高雄市長曾經賣到日本東京 推銷農特產品 宣佈高雄的蜜藻首度 進軍大型批發市場 他還推薦蜜藻加烏魚子的 台式吃法 說吃起來像初戀的滋味 欸 夏味很甜 很甜 烏魚的味道 很甜 很甜 新的味道 烏魚子可是日本人的最愛 高雄的一口烏 拿來搭配燕炒的蜜藻 爽脆口感的蜜藻 搭配綿密的烏魚子 口感更加豐富有層次 讓頭一次嘗到的日本朋友 讚不絕口 其實烏魚子在過去 比較常被拿來搭配 蘿蔔或是蘋果一起吃 有網友建議 可以搭配大樹的鳳梨 酥酥鹹鹹的烏魚子 加上酸中帶甜的鳳梨 搭在一起味道如何呢 蘿蔔來得好痛 蘿蔔來都烏來 鳳梨比較酸 它好像被鳳梨吃掉的感覺 行銷高雄農特產品 意外點燃烏魚子 搭配各式水果的話題 香甜的蘋果 清脆的蜜藻 還有酸酸甜甜的鳳梨 各種水果的清香 與烏魚子的濃郁 毫無違和感 TVBS新聞李戰勝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